海贼王,跨越一千画的府邸。陆飞早就获得乔基博一的传承。 海贼王一千零十七画情报更新,但就情报而言,即使与皇军的绝地翻盘,乔巴到时间的拦拨球即使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,可福兹福这块的信息,还真是令乌庸君没有想到呀,这人似乎还真是一个充满着股市的男人。 而这个故事,恐怕会牵扯出来跨越了一千画的府邸,甚至关乎乔伊波伊和罗杰的传承。 NOE,甚平vs福斯福 根据情报来看,甚平这一次对上福斯福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压力,而且两人似乎还大大方方地落上了家常。 从对话中我们知道,福斯福曾经是CP9的成员,使用六式为基础的技能招式。 而同时福斯福也在这一画中展现出了自己兽人形态,应该也就是代表着福斯福最后的战斗即将打响了。 而从情报的画笔中也能够看得出来,这一次,情报师这一次的画功也是进步得越来越大了。 NOR,福斯福的失误 12年前,福斯福因为某个失误,被海军打入大狱,后来又越狱逃脱,所以改成了现在的名字QSQ。 话说海底监狱不是没人越过狱吗? 难道是鲁飞那次,这才让福斯福得意逃脱,还真是缘分啊。 为什么说是缘分呢? 因为福斯福入语的那个失误,其实在作品中登场过,被提及和恶魔果实或者能力者相关,旁边显示还和世界DF有关之类的语气词。 而这里所指的恶魔果实暗示需要中毒第一化。 等等,第一化。 现在都1017化了,又联系到了第一化。 我弟妈,为田大把这个福里插得也太深了吧。 而联想一下,第一化发生了什么? 没错,鲁飞吃下了橡胶果实。 再加上CP9福兹福的失误,你能想到什么? 没错,如果他们都有联系的话,那真相只有一个。 就是作为CP9的福兹福,多年前奉命押送橡胶果实,却不料被红发海贼团结走了,后来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被鲁飞吞下,也就是说其实第一化中垃圾路说的敌传并不是海贼而是海军。 难道这不是缘分吗? 从根源上来讲,鲁飞施下了橡胶果实,害得福兹福入狱,而后鲁飞又导致海里大监狱犯人越狱,又救了福兹福。 NO3,罗杰的传承 那么问题就来了,为什么世界DF会派CP9去护送橡胶果实? 为什么从来不吃恶魔果实红发团会去劫走它? 为什么仅仅是一颗恶魔果实丢失就会导致福兹福入狱呢? 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橡胶果实的出身,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 而福兹福的入监狱,恐怕就是世界DF要用词隐藏他们的秘密。 此外,我们再来看第一话,鲁飞施下了橡胶果实之后,被山贼王带入了大海,后来红发不惜断臂救下了鲁飞,而在鲁飞说出了罗杰说过的后,还将草帽送给了鲁飞。 这里我们不得不有个疑问,那就是就因为一句话,就把罗杰的传承都给了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孩了。 怎么可能? 唯一的可能就是,橡胶果实就是罗杰的,可是罗杰吃了它吗?也不可能。 不然白胡子,凯多等人不会不认识鲁飞的招式,而且罗杰团也是不吃恶魔果实的。 所以,可能性只有一个,那就是橡胶果实是从乔伊波伊那里带回来的。 而在罗杰团回来之后,派贼团就解散了,所以除了罗杰团的人之外,没人知道橡胶果实的事。 综上,细思及孔雅各位海迷们,原来从一开始陆飞就已经奠定了成为海贼王的道路了,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两大传承,一个就是草帽,一个便是橡胶果实。 看来陆飞这乔西伯伊的身份怕是稳了,被田大大这个伏笔狂魔真是太变态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